这次是政府邀请到基隆出身的江志峰老师跟新北的陈世轩议员 一起来体验基隆全新打造的音乐空间 经过导览后 志峰老师提到许多音乐人都是从基隆出发 这里也是许多经典歌曲的发源地 透过这样的音乐场域 让大家知道基隆是一个孕育音乐梦想的地方 所有的基隆爱好音乐的 不管是展演或者是同样属性工作的这些朋友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而且整个参观过以后发现万事起头难 你说一开始就像刚刚市长说 你要办到万人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有办法从250个人开始做一个辐射效应的话 其实万人不是梦 所以所有的梦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从基隆开始 从国梁市长的带领开始 我觉得基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空间跟倾向 那我也希望说 借由这个地方 能够让更多的基隆人 不只基隆人 能够让我们全台湾的所有人都知道说 基隆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音乐的发源 非常好的发源地 因为所有很多歌手 事实上我们都是从基隆出发 但是真正知道 我们是在地基隆人的 其实真的非常少 所以这次真的要谢谢国梁市长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谢谢志峰老师 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想要变成音乐城市 因为我已经看到说 我们在变成大型的那个最大场演唱会中 我们在地的音乐人 甚至在地的听众观众 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基隆参观这样的毕影音乐空间 这两年我感受到基隆很大的不一样的是说 有很多的空间被市长活化再利用 像旁边这个到大沙湾历史园区 那我们看到过去这个是公车处的半公岛 那基隆在做使用之后 市长将它活化 那现在让毕影进到这个地方 让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更远一个音乐空间 那展演中心来做参观 所以我觉得这很棒 在迈向这个音乐城市的未来 一定要有大家更多的合作 尤其是这个志峰在新北 丰沛新北的支援 那我们也要跟他继续的合作 情意 共同打造 我来这里真的是太震撼了 除了我们看到演唱会那种光鲜亮丽 没想到幕后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 以及这么多的准备工作 而且我来到这里能够看到 应该说是演唱会的时光机 从民国几年前的很多的演唱会 在这里都一一呈现 而且它这里有很多的场地 也欢迎各位爱好歌唱的 或者是喜欢听演唱会的 也可以来这里小小的剧场 来感受一下自己是巨星的一个魅力散发出来 欢迎大家来基隆中正路103号喔 那今天来到现场 真的看得出来我们市长的用心 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对整个城市的发展 我们有非常多的规划跟一些细节 但是市长在这一方面的 让我们基隆的这些音乐人 有更多的富裕的基地 有更多的有未来训练的空间 我想这真的是在基隆算是一个创举 也希望经由这些设施跟规划 将来我们基隆能够富裕更多的音乐人 就是我们的基隆人 我们很期待这个未来 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有了一个好的场域空间 更能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 将为更多人提供音乐创作的能量 培养更多音乐人才 一起朝向音乐城市迈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